中文字幕志愿者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空无难 通常我们把出国留学 学成归来的人叫做海归派 其实孙楠也曾经在外面走了一圈 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那他算不算一个歌坛的海归派 那么在九龄香港举办的一次 有大陆歌手开的演唱会叫中国风 那个时候他就签约了异能唱片公司 从公司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还真是能算得上海归派 我觉得签约是非常有帮助的 特别是直接签了一个海外的 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公司 他们完全是以国际的惯例 那种惯例来去运作 那这样的话让我确实破译不少 看不到未来 却挡不住相爱 就算短暂分开 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 孙楠在新马地带 他的演唱会可以说 能够做到作物虚习 而且他作为香港这家艺能公司 签约之后 他还跟很多的世界级的大派 明星同台演过 那就是说他现在海外已经红 但国内还不知道 有一次纳英就是我们几个去青岛演出 纳英就说你听听有一个小孩 刚从中国风回来 他唱得不错 其实孙楠唱过《红西飘飘》 但是没有红 这个他在唱《红西飘飘》的时候吧 还是拍了一个MTV 那个样子就是一看就是 未来怎么样 无所谓 就是一定要往前冲 了解我的人都是 我是这个根本就是 顾路头 这个只顾路 只往前冲的 从来步步后退的人 我是这样的 孙楠1987年出道 直到1996年 因为他演唱的《红西飘飘》 广为传播 并入选当年的内地十大金曲 他高亢嘹亮的嗓音 才开始引起内地听众的观众 《红西飘飘飘飘》 《红西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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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我们国内的歌手 怎么能够了解 他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他成名就是《不见不散》 那首歌 孙男是有实力的 那为什么还要熬这么长时间 才碰见这个《不见不散》这首歌呢 就跟你说的就是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很好呢 新工厂这个老总的江洪呢 跟这个冯小刚的葛优呢 又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们一推荐呢 就没想到呢 一曲《不见不散》 在这个贺岁片里呢 可以是一下把那一年的 所有的这种风光都给夺了 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1999年电影《不见不散》 在全国上映后 取得了三千多万的票房成绩 孙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很快就封行了全国 他终于走向了成功之门 除了有三宝写曲 包括张和平作词 局长 还有冯导演的电影 我觉得是加上公司的努力 是一个周边的 一个不是我个人的 所以我说我很幸运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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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嗓子了得呀 可是当时并没有觉得他这嗓子在高音 能够没有打了 那么近几年一听的话 好 这嗓音确实 没有你 时间寸步难兴 我困在原地 人回忆平静 黑夜里 急救黎明快来临 只有你 给我温暖真心 走到思念的寂寞 走到思念的寂寞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有伤伴不纠缠 我无法躲闪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我一人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空大 据说孙楠可能干过各种行当 我是从别的电视节目还有网上 听说过 尤其瓦工 瓦工 铅笔 就是他不愿意唱歌 提出他特别抵触唱歌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他这个唱的还是对的 要不然你多一个铅笔工 少了一个歌坛唱剑 走到思念的寂寞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从来没想过要去做个歌手 但是只是一个音场教的剧 我那个时候觉得应该 小的时候应该做个飞行员 或者做个运动员 是我的理想 快回来 我一人承受不来 没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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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快回来 歌声中依稀可见孙楠 在歌坛奋斗的围迹 好空如大海 你快回来 我一人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空入大海 别让我的心空入大海 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在歌坛完全站得住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 机会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的话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要不让我做的 走过了 忙忙人世 人世间 夫妇又沉沉 到幕戚 有几多恩怨 恩怨里头 也许有你我的缘分 人生在世 但交集回望 身为难而 是梦中万丈好奇 告别昨天 让皇室醉不乱世 不会变得只唯有杯酒装心 她的这个唱歌 她在高音区的一种绚丽 比较夺目的这种音色 没有被埋目的话 同时也是对我们本土的音乐势力 实力起到了一个不可忽略的作用 人生在世 人生在世 但交集回望 身为难而 心中似碎柔情 告别昨天 让皇室醉不乱世 不为别人 只为今生 刻骨铭心 今年孙男有没有动向和打算 我有今年 这个孙男厉害了 前一阵子呢 在北京呢 开了一个他的这个首发会 又出了一张新的专辑 灯火辉煌的街头 突然熄来了一阵寒流 遥远的温柔 接不了尽头 是否在随波逐流 我从来把生活看作最重要 因为在舞台上是舞台上的东西 那是我的工作的一方面 所以我会在我的私下里的生活当中 我会尽量地跟普通人一样 因为我不想活得那么累 我希望我真诚一点 《拯救》是海言创作的电视连续剧 《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主题曲 这首歌时而温柔地倾诉 时而积月地呼喊 在歌声中表达的是 孙男对生命 爱情 以及演艺事业的体验和感悦 他的这个师姐呢 这个纳英呢 曾经呢非常成功地 和这个福茂啊 百代啊 以及现在的华纳呢 合作 那么他也是呢 想严惩的这个师姐的路子 看看能不能呢 在这个大的华语圈的这个范围呢 有的这些朋友的心中呢 找到一个 像娜姐那样的一个地位 爱若需要死守 恨更需要自由 爱与恨就占不朽 我拿什么成就 当爱覆水难受 谁能把谁保佑心愿为 谁等待 谁等待 我拿什么拯救 我拿什么拯救 岂能见血分后 谁能把谁保佑 难让爱 永不消 作为歌手的话 自己更多的是把歌声呢 奉献给大家 通过歌声呢 跟老百姓呢 跟这个歌迷之间产生互动 现场演唱最能体现一个歌手的实力 孙丹作为最早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 举办大型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 至今已经有上百场 现场演唱的经历 他的现场演唱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踏入演艺圈之前 曾经做过木工 电工 铅笔工 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孙丹 常常会说 能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 自己真的很幸运 这么多年 出了五张唱片在海外 那让我积累了很多 这样方面的经验 回来的时候 把我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以后 它可能就成功了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依然期待着孙丹的事业 再闯一个高峰 是吧 继续地红火下去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这首歌 可以说是发自孙楠内心最深处的呼唤 是作曲家根据孙楠的真实经历 和情感而创作的 孙楠也用自己的歌声 唱出了生命的精彩与坚持 《空中大海》 Zither Harp